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穹林 1970年4月24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发射成功 从2016年起 每年的4月24日 被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回首中国航天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嫦娥探月 火星探测 还是空间站的建设等等 无不凝聚着中国航天人的力量与智慧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 他叫王鼠群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149厂的特技技师 他从事的是航天飞行器对接机构的研发工作 牵头研发了50多套专用设备 获得了5项国家发明专利 那么30多年来 王鼠群是如何从一名技校毕业生成长为 载人航天工程总装线上的一名领军人物的呢 他在不断挑战行业尖端技术的过程中 是如何披荆斩棘 走出了一条航天工匠之路呢 这位正在操作台前指导工人加工零件的人 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149厂的特技技师王鼠群 他曾经带领团队在浩瀚的宇宙中 书写了一个中国传奇 神舟八号飞船和天空一号飞行器 在太空上演了一场完美的太空之吻 顺利完成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首次空间交汇对接实验 我国也因此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交汇对接技术的国家 为我国空间站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鼠群胸前的功号是2989 意思是第2989个进入149厂的职工 这位如今的航天大国工匠 三十多年前 从当时的新中华机器厂绩效毕业进场时 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前工 我是随军家属 从小的时候我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军人 我觉得军人很威武 我毕业的时候选择工作的时候 我就选了新中华机器厂 新中华机器厂它是造火箭的 我想火箭肯定是给部队用的 那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当兵的一个梦想吧 然而进场之后 只有大专学历的王鼠群 却并不能直接去火箭总装车间工作 在军工企业中 通常把一些国家重大科研生产任务 称为型号任务 王鼠群就从宁锦每一个螺丝钉开始 勤勤恳恳地为火箭型号任务 从事了七年的后勤保障工作 直到1996年 厂里举办中级工考试 王鼠群取得了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破格参加了高级级工培训班 开始接触载人航天器 对接机构的研制工作 对接机构它主要的功能 实际上可以在两个飞行器之间 形成一个刚性气密的通道 通过这个通道呢 我们的宇航员可以在不同的仓体之间工作和生活 20世纪90年代 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掌握航天器对接技术 对外严格封锁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王鼠群和同事们 只能参照一台简单的原理机 开始打造对接机构 而这一干就是近十年 从材料上来说的话 可能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路 我们对接机构 它当时的时候设计给我们的重量 要求控制得很严格 那我们实际上要想在这点重量的情况下 达到这种性能的要求的话 那我们只能在材料上想办法 所以说我们对接机构当时 大量地选用了钛合金 钛合金的话当时的时候 虽然有所接触 但是接触也不多 钛合金的加工是很难的 我们采用普通的这种加工工艺 加工方法或者是加工刀具的话 是很困难的 除了材料特殊 对接机构对零件的复杂程度和精密要求 更是远非传统制造业可比的 一台对接机构上需要上千个零件 全部需要手工制成 这对工人们的技术有着极高的要求 航天产品在研制的阶段 它实际上是单件小批量 因为单件小批量生产的话 我们不可能投大量的工装 通过机械化的手段去保证这个产品的加工质量 这时候对操作的人员 它的基本技能要求就非常的高 所以说我们必须保证 我们每一次操作都是精准无误的 交付的产品要100%的符合文件要求 这些用来加工对接机构零件的航天材料 都是单件小批量定制的 而且每件单品都价值不菲 如果直接用这些材料进行练习 无疑是极大的浪费 这时候足智多谋的网鼠群心生一技 想到了在鸡蛋外壳上钻孔的训练方法 对接机构的主体是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圆环 上面要装配100多个测量动作 位置 温度的传感器 数百个齿轮和轴承组合 一万多个紧箍件 还有各种接插件 密封圈 和吸收撞击能量的装置等等 从开始进行零件加工 到把这上万个零部件组装在一起 网鼠群和团队一共用了近十年时间 至此 中国第一台航天器对接机构 终于总装完成了 我国第一台航天器对接机构总装完成后 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试验 去检测它的质量以及各种性能 是否达到了预定指标 然而在调试过程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149厂的 特技技师王鼠群却发现 试验结果与最初的设计出入很大 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而且毫无规律可寻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面对数以万计的零部件 上万米的导线 问题查找如同大海捞针 王鼠群要如何应对呢 我国第一台航天器对接机构总装完成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特技技师王鼠群 就和同事们开始了复杂而艰难的调试过程 在万米高空中要实现两个重达8吨多的飞行器对接 最主要的部件就是对接机构中的12把对接锁 这12把锁的锁扣必须同步锁紧同步分离 在锁紧或分离时 不但要保证相关各舱室的气体不能泄漏 而且整个过程还要保持平稳 不能剧烈晃动 在测试之处 对接机构的分离姿态与设计要求产生了很大偏差 王鼠群和航天器对接机构的设计人员反复沟通后 确定设计原理和方案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了装配过程中 但是王鼠群和团队反复检查后 始终找不到原因 随着这个产品认知程度的逐步加深 我觉得我们越是认识了多 越是感觉到很多地方我们还没有做到位 需要我们去改进 这时候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确实是有一种想放弃的 对接机构的同步问题不解决 许多科研人员的后续工作就无从谈戏 那段时间这道技术难题犹如一座大山 牙得王鼠群喘不过气来 为了和时间赛跑 超负荷加班成了他的工作常态 功夫不负苦心人 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验和摸索 面对困难从不轻言放弃的王鼠群 终于在150多万个试验数据中 找到了端倪 回过头来想想可能是很简单的 它是由六把对接所组成一组 它们之间是通过一根钢丝绳 进行一个柔性的传动 柔性的传动的话 钢丝绳它随着大的张力之下 会像一个橡皮筋一样 会有点延展性 这些延展的话它可能不会回弹的 这样的话造成了传递力的钢丝绳的尺寸 困扰对接机构团队近两年的对接索系 同步性协调的难题 不仅能使柔性传动的对接索系 快速精准地调整到同步 也使同步稳定性 从最初的三次提高至50次以上 在航天器对接机构的制造过程中 很多细节都会影响到产品质量 有的问题可以根据测试数据进行排查 而最难排查的是那些不易被发现 但是危险性却极大的小细节 型号研制任务是国家机密 虽然过程艰辛 但王鼠群总是和团队中的其他人互相打气 一个实际上他敲一块石头 他不停地敲击 可能到第100下的时候 这块石头才会裂开来 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 敲前面99下可能是浪费 但是没有前面99次敲击 就不会有第100次的开裂 2011年 王鼠群和团队终于敲开了这块碗石 2011年11月1日 神舟八号飞船顺利升空 两天后 王鼠群迎来了一次大考 神舟八号即将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完成空间交汇对接 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小孩从出生培养他读书 去参加高考 去考考查分数的那一刻 公布分数的那一刻 就是我去看对接机构首次交汇对接的心情 这次成功而美妙的太空之吻 虽然只有短短五分钟 但是在他的背后 却是王鼠群和团队十几年的担惊截律 这个超高难度的太空穿针引线动作 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空间交汇对接技术的国家 实现了对接机构的完全自主可控 为我国今后建立空间站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特级技师王鼠群 有一个航天器对接机构班组 2012年 他的班组备受于全国工人先锋号容易称号 是全国质量限度过班组 王鼠群经常说 班组就像企业里最小的细胞 企业有没有活力 要看班组有没有活力 身为一名班组长 不仅要抓任务 还要有组织地培养新人 提升班组成员的整体水平 那么王鼠群 是如何帮助新一代的优秀航天工业技师 从这个小小的班组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呢 她的呼吸 她的背景 是柯 kız 哪我看班组 那你可以做什么 我你可以做什么 你帮忙 我现在想做一次 到我 我去做什么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他们的能力的挖掘 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成功 我们有一次做一个驱动机构 我们装完之后做实验 做下来它那个测试的数据和效率不太达标 我们一起回忆装配过程 分析原因 都我们找不到原因 后面请了老王国来帮我们参谋参谋 它挺快地准确定位到问题所在 最后定位是在装配的过程中 导致一些零件有点局部变形 然后它也提出了如何改进方法 2012年月球车总装完成 送到北京进行震动测试 然而在测试过程中 工作人员却发现部分测试数据不符合要求 要求王鼠群立即赶去北京 参与故障排查 我觉得总有一天要让年轻人去挑大梁 去勇于克服一些困难 如果这时候不让他们去参与到型号的研制工作当中来 以后可能这种机会也不多 我相信他们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在班组中的几个年轻人奔赴北京后 王鼠群丝毫不敢放松 时刻关注着自己的手机 生怕会错过他们打过来的求助电话 一天之后 电话终于响了 当听到他们说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毕竟我带着年轻人得到了成长 老王那看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乐心长的大叔 当我们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他会主动地来问我们发生什么事 然后开导我们 无论生活中工作中 他都会主动地来关心我们 班组成员的技能在提升 型号任务也出了成绩 做事有条不紊的王鼠群 又组织大家疏离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点和创新点 再整理成系统性的理论知识 用来发表论文申请专利 尤其是2012年国家级 王鼠群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后 为企业培养了数十名技师和高级技工 星空浩瀚无银 探索永无止境 王鼠群坚信 只要一批批航天人脚踏实地的不断奋斗 一定能换来中国航天事业游刃有余的仰望星空 传承弘扬航天精神 以匠人之心驻航天重器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这不仅仅是王鼠群写在工作室墙上的一句话 更是他作为一名航天一线工人的蒸蒸誓言 回顾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正是一代代航天人毕露蓝绿 顽强拼搏 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才有了中国航天大国的地位 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